专案小组冲进汽车旅馆 嫌犯正准备开车离开 立刻被压制在地 房间内还有多名嫌犯 看到警方大阵仗 全部吓得不敢动 这群诈心集团嫌犯 21号凌晨持枪闯进大航区一间商旅 压走两男一女 三名被害人也是集团成员 疑似黑吃黑侵占赃款300万 遭到集团寻仇 炸汽集团三名成员疑似私吞 赃款之后跑到了大航区的一处旅馆躲藏 而嫌犯掌握他们的行踪之后 竟然是持枪压人 把人带到万华的一处民宅 被压走的黄姓女子怀孕五个月 因为身体不舒服先被释放 徐姓男友和另一名成员 又被带往中山区两家旅馆躲藏 期间徐姓男子传简讯向女友求救 告知囚禁地点 对方赶紧报警 疑似是赃款分配不均 所以才持枪来压人 那本分局受理报案在三个小时以内 就将被害人安全来救出 警方在现场搜出冲锋枪 三十颗子弹 安非他命和吸食器 五名嫌犯还有两人在逃 为什么要黑吃黑啊 给了多少钱呢 走在最前面的欧姓主嫌是竹联邦分子 又诈欺毒品等前科 最后面两名男子则是涉嫌私吞赃款的成员 黑吃黑卷款逃亡 以为能快活度日 怎知遭持枪囚禁 差点连命都没了 TVBS新闻王金文简余喜 台北报道 请支持一个专门报道 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扩大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并开启通知小铃铛